大掌風池那麼淺,和爪王勝水也是,中間加入戰團有薑餅的人紅塘戰士,後一陣馬拉斯見到初出的奇才,白衣服貼著欄,漁虎貼翼,七檔都涉涉了,然後還有陸衣陀飛倫,還有福家和留在後面,暫時有四季星和博愛福星,上大石邪波的時候,前面搶帶頭,薑被人帶出了少少紅塘戰士加入戰團,但這時候留意外黨振興中華,突然發力在前面走, 然後才看到大掌風池在內蕩,然後找王勝水,余虎貼著武林高手,然後還有陀飛倫,其才一路站一路退,然後博愛福星福家王走出外蕩,包尾這時候還是四季星,進來直路的時候,突然間震興中華一帶帶四個馬位出來,薑餅人一時都反應不及,這裏騎著也跟不上,後面大掌風池跟著這裏也沒有什麼制裁,中間上來就是余虎貼,現在涉涉埋內蕩,還有陀飛倫,走出外蕩紅塘戰士,他還有百多米的時候,前面還是震興中華,還沒停,四個馬位,這裏怎麼追,100米 這裏也沒有,後面中間人就叫了內蕩,上來,余虎貼著大掌風池上來,陀飛倫,福家王哥出點,鄭宇田贏了馬,振興中華第一,第名余虎貼翼,第三名結果,陀飛倫也是大冷門,第四名才是福家王 二十幾倍的冷門,抵人贏啦,為什麼叫二十幾倍的冷門,你看人家的跑法啦,十當,幾隻馬堆到他去行的,攔住他去攔,這隻馬是沒攔,沒得跑那樣的 總之,沒有你三七二,因為我要去攔先,今天這隻馬,happy到我只是形容他,開心到興奮,有隻興奮,亢奮,你看,亢奮,五疊的,你看,全體一個彎像風池,紅塘戰士,爪王勝水,薑餅仁,一直攔住他,但是你看,他上了山,很辛苦的,上山,然後又下山,仍然都這麼厲害的,你看,醫道誇張,看著,好厲害 突然間,突然間,標了三四個馬位出來,你看我安靜,真的很少見,沒有做過事的,你看,他只是按住,自己走 為什麼突然間真的可以這麼厲害,後面的人跟不到,真的順著他走 快到這段真是二十二秒五六,可能因為前段,頭段大家都慢的 不是,他真的厲害,他真的厲害,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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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厲害了 所以你現在回來,你見到,他真的說,踢踢踢踢踢踢,當然是 踢都不怕,都掉了,都掉了,超了錶的,這個馬房,石哥的夜菜,真是果然厲害 拍照,第三名要拍照,陶飛的,哇 第四,就是福家王,在外面,王三 好了,捧杯,就是這隻,振興中華 鄭宇田又復出的第一場頭,是捧杯的,還要是 看看那個分斷時間,頭段24秒09,第二段是22秒56,末段23秒57,總時間1分10秒22 梁家翔跑到最靚的,你看他 這一步一聲都藏起來了,馬上走 組斷整個馬,一縮下去,這個第二已經交代有餘 人家因為這個頭馬彈太厲害了 走掉了,根本已經停都沒有用了,你又輕綁怎麼追得回呢 我也沒有辦法有緣,會夾到這隻馬的 不是,澤哥你剛才說,那隻馬一起步之後 頂了出去第五疊,快活谷12米走出去第五疊,當然不行 幸好,頭段24秒09 今晚歡喜都做23秒77,頭段 那一段其實,他雖然蝕位多些,但就不浪費氣 變了,你轉到正在對面直路才走上來 那裡不用走蝕,所以可能又... 還有,他真的厲害,到再轉彎之前那裡走 但那一段,你說的那個字是對的,很亢奮 你看到這隻馬真特別 我想你十場跑馬的法律谷千二米賽事 都很難見到一匹馬今晚這樣走贏法律 很少的,真是絕少 有些馬就不太亢奮,那隻熱門之一那隻武林高手 走走一下就好像都不見了他 這樣都跟不住? 是呀,莫尼拉說其實因為早段有些馬在內側那裡 他都頂住,結果要拖一點點來縮口 但他說那隻馬就很快就脫了口 回來騎下去亦都不需要 然後再做內規檢查就發現 他氣管內就有很多血 這個我想有血是主要原因